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話題 不要理你多少歲 都要聽聽 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轉變 醫生告訴你 不管你男女也好 年紀大也好 年紀年輕也好 都有一個猝死的風險 為什麼關於天氣 尤其是現在早晚的溫差這麼大 下午曬到流汗 晚上涼到要穿褲 這些天氣最容易出事 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大家如何保障一下自己 預防一下有什麼冬瓜豆腐 避免到這些事件出現 請大家給個讚好支持一下 當然有人說猜過你什麼 撤死 這些事情是防不勝防的 真的沒得說 說不定 但是你說也說不定 有什麼討論空間? 其實不是的 原來在我們日常生活習慣裏面 有時候如果我們做得多這些事件 原來也會突然慣低 這件事大家真的可以可面則避免 無謂把自己放在一個高危的位置上 我們也會了解一下 那些撤死的原因背後 是跟一些什麼身體的部位有關的 其實個案這些例子 真是無處不在 多不勝數 要說也要說很久 但是好像近來 有一宗新聞 關於內地 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跑去做外賣 做外賣員 他就算勤力了 他花費了自己的光陰 不睡覺 睡小一點 一天砌一天做 很多人就覺得 年輕人不要經常睡那麼多 睡了時間去 睡少兩個小時 睡少幾個小時 沒事的 那些都會導致撤死 那件事件也是導致那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突然心口痛 暈倒在街上 出死 所以你不要說睡少一點 辛苦一點 錢是這麼賺回來的 辛苦呢 不是這麼賺的 那些錢 不要經常把金錢掛稅 把利益掛著 我經常都說 你用你的命去賣血去換錢 你賣得到多少錢 你賣得到多少錢回來 這個人不是用你的努力 不是用你的血去換錢 是用你的腦 當然 另一個話題就是 關於你自己有沒有健康 有錢沒有健康 最忌諱 讓你賺到世間財也沒有用 你享受不了 所以我們怎樣去保障自己 這些生活習慣 一定要知道 所以 其實 不管你男女老少 小孩子 大人 有沒有做運動 生活習慣好不好 都會有這個撤死的風險 為了你的家人著想 為了你枕邊形的著想 為了你上一代的著想 這真的要聽聽 有人覺得 好人好者 經常都會看到這些新聞 為何無端端慣低 又沒有什麼心臟血管的疾病 有些定期會吃藥 又不吃煙又不喝酒 又不通宵又不吃 又健康又做運動 為何會無端端慣低 有醫生可以解答給你聽 我又找到一些資料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原來 尤其是現在這個天氣 又不是冬天 又不冷得曬 但又涼涼地 又不抽又不冷的天氣 最忌諱的 因為原來 很多人 也覺得打工仔也是 為何呢 夏天可能沒有 冬天 大家都知道 被子就亂粒粒 好舒服 睡得 對嗎 到你 鬧鐘一響 睡一會 好了 到你真的 不行了 要 撐這個廢池刀 立刻彈起來 一腳伸開一張被子 日吹 那你的皮膚馬上會瘦縮 血管會瘦縮 這些熱脹冷縮的問題 所以 會導致你突然 嘔吐 嘔吐 撕死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其實很簡單 尤其是秋冬季節 再冷 又說冷一點 要慢慢起床 有個習慣的 真是冬天的 不是現在的 半秋糧 我覺得還未必會冷 冷到你穿著睡覺 其實穿著睡覺是有好處的 因為 頭髮 經常都說 四肢要暖 你不想人動 頭、頸、手、腳 這些地方 暖 你的人就會暖 尤其是晚上 你的腳會突出 吹吹吹 真的很不舒服 甚至很容易出現病 所以你想人睡得好些 睡眠狀態好些 對蜜 穿著腳 也是一個好的幫助 另一個 一到冬天我會做的 就是 臨睡前 到你躺上床 有些人會套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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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到你睡覺會脫下它 首先看一件事 那件事 不要在手放開它 放在床附近 到你起床那一刻 到你要拿起床皮 那時候 就應該第一件事 慢慢起床 套上衣服 好了 到你手手腳腳 那那個溫度 適應了之後 你才慢慢下床 你不要一下子 就彈起床 然後下床 因為那一刻的溫差大 不要說被添傷 你這個人真的暈得一會 這個就可以避免你撤死了 第二件事 到了冬天才會有 夏天才不會有 為什麼呢 水溫的溫差 這件事 很多人 我也是 無論10度也好 多少度也好 我都很少開熱水洗臉 因為我怕爆炸 但是醫生告訴你 其實原來這件事不太好 隨時害死你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冬天 你盡量洗臉 擦牙 要用暖水 不是用熱水 是暖水 避免這塊臉的血管 被冷冰冷的水 急速收縮 而撤死 而說到 還有一個動作 有些人 一起來 張開眼睛 當然就下床 然後去到廁所 又不是阿尿 又不是拆牙 又不是拆牙 做什麼 撕爛腰 這個動作 不要在廁所做 大家記得 廁所是一個很容易撕死的地方 那裏濕氣又重 又陰動 很容易發生這些問題 所以告訴大家 另外 第一件事 有些人洗澡前後 很喜歡 我不知道 有些人性格是這樣的 無論天口多冷 有時候可能家裡 不怕 我裝了暖風機 浴室寶那些 甚至沖完熱水 好像焗山一樣 然後打大尺寶在廁所裡 遲遲都不穿回衣服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們洗澡前後 我相信沒有人會穿著衣服洗澡 那你洗澡 一脫下衣服 趕快走進浴缸 開水喉 暖暖吐身 哇 吐得很舒服 然後差不多不想走 但也要走了 到你一山水喉 一走出來那一刻 哇 人沒有煙 好像超人一樣對著鏡子 很開心 很過癮 其實很危險 我們一濕身 一接觸到冷空氣 其實身體會冷 很容易吸收 很容易吸收 冷空氣 風邪這些 容易吸收到體內 所以更加要小心 因為一冷一熱 血管就會收縮 很容易灌 好 另外一件事 很多撤死的病例 在撤死前 原來 都沒有好好保護耳朵和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冰天雪地的地方 我也試過 真的下雪 身穿夠 頸、頭、褲、襪都穿得很暖 但是耳朵 你不要留意 有些人說 冷到耳朵沒有感覺 你也不知道 我試過 冷到耳朵沒有感覺 後來我發現 不對勁 為何摸摸耳朵 好像雪條一樣 然後把它拉到耳朵 把耳朵拉到耳朵 其實 告訴你 我們保暖其中一個 有些人的氣管不停打扣 可能是哦麵克朗 就是冷空氣導致氣管敏感收縮 有時候為何晚上會先切 因為晚上的氣溫會特別冷 我們呼吸的空氣特別乾、特別清涼 所以有時候教你 如何 用頸巾 圍著頸巾 令到空氣沒有那麼冷 你的頸不會受到冷風 你不會出現氣喘、氣速、哭喘 耳朵也是一樣,我們要去保護耳朵 因為耳朵本身沒有脂肪,裡面有很多血管、神經 冷到雪條,很容易撕死 所以記得在這麼冷的地方,我們要保護好耳朵,保護好我們的器官 否則隨時有損傷也不好了 另外 原來穿衣服的 次序錯了 也會有機會導致你撤死 有些急救員說,救一個心臟撤死的病人 醫護人員展開了衣服,幫他急救,才發現原來 他穿衣服導致他撤死的原因 他穿著兩層 T恤加極外套 裡面 一件冷衣服也沒有 為什麼呢 你想想T恤 穿衣服多就可以代表 保暖 不是 不一定 第一件事,透不透氣 第二件事,因為我們人體會有 你的皮膚會有呼吸 會有水蒸氣出來 你想想 你的衣服有焗促的 又或者你的衣服根本不保溫 透氣很高 你想想,你穿10件衣服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 製作一件吸汗 中間穿毛衣保暖 外面那件是防風防水 你才能夠 一層層去保護 所以有些人,我又可以說一下 發瘟衣 很多人會穿錯 他們怎樣穿錯呢 有些人在冬天,可能有機會穿到 亦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些人穿那件衣服不暖 其實是靠我們人體的體溫 保留我們的熱力 所以為什麼那件衣服越穿越熱 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你穿那件衣服不熱 就是你的衣服沒有攝好 其實那件衣服 老套 說老套要攝的 你不是像現代人家的那件衣服 你穿那件衣服不暖 你不會夠,攝在裡面那件衣服會暖 這件事是震的 你想快點暖 你真的要攝緊你的衣服 尤其是底衣服 去到冬天 那件底衣服很重要 攝下去 如果人體的熱氣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你自然慢慢靠內循環 那你就會暖 另外就是關於做運動 做運動原來也有機會撤死 例如 游泳 你不做熱身 有些人游冬泳 熱身也不熱 跳下水 由一個這麼熱的人一跳下去這麼冷 你急降 你想想像降溫一樣 你把一杯熱的東西放進雪櫃裏 你的毛孔、血管全部立即收縮 很容易出現抽筋情況等等 甚至有機會突然淚底 又或者 很劇烈的運動做一做 待會停下 你的心臟 跟不及 或者在一些高原的環境缺氧 做一些不熟悉的運動 有些人 人體 在一個沒有運動的情況 血液 回到心房 只靠靜靜靜靜收縮就足夠了 但是我們平時做這個劇烈運動 心臟每分鐘輸出 你其實看得到 你可能只是說70多男人 70多 心跳 但是你在做運動 可能是超過很多的 所以你的肌肉血流量會增加 你想想 明明我們的血管是會擴張收縮的 你在做運動的時候血管是會擴張的 你的血液走得快 但是突然之間你臨盤冷水 一收縮 就出事 你不夠血 不能回去 你就會容易撤死 所以為什麼 冬天 你要做好保暖 有些人 熱 不穿衣 穿小件衣 吹風 很容易出事 我不要去到冬天 有時候 現在開始轉涼 一到下午跑完步 風吹過來我都覺得冷 穿著長袖的衣服 因為這件衣服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除了保暖 除了防止傷風感冒 我們怎樣去防止 減低撤死這些風險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習慣 沖完水涼然後打大尺 到處走 你真的叫他穿上衣服 抹乾身 穿上衣服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帥 很容易 突然平彷彿 撤下了 這些是防不勝防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血管在做事 受到冷控器 一吹回來了 人一受不了 一沒血就暈了 本來有些 病史 有些高心臟病 更加要留神 其實我們不能經常有溫差很大 人體會適應 慢慢適應 為何我們會傷風感冒冷 除了這些細菌進去之外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 身體未適應 突然一冷一熱 這樣收縮 所以大家 聽完之後 還敢不敢做呢 我又不敢做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